世界有三大料理 分别是指中国料理 法国料理和土耳其料理 它们各具特色 品种十分丰富 其中中国料理是三大美食料理之首 那我们对于中国料理和法国料理 应该都很熟悉 也认可它们在国际上的美食地位 那对于土耳其料理 大家的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土耳其的烤肉饭了 那大家知道 土耳其料理为什么会成为 世界三大料理之一吗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土耳其位于欧洲与亚洲交界处 历史上的土耳其曾经是 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中心 拥有着6500年的优秀历史和饮食文化 土耳其菜也融合了中东及西方的饮食文化 土耳其菜完全属于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皇室流传出来的经典玉菜 就像中国的御膳 配料和做工都非常的独特 精致 其以牛、羊、鸡为主菜 基本的烹饪方式 烤、煮、肉品需要精心的挑选 经过大厨的特殊烹调 牛羊肉毫无腥味 而且味道独特 引人入胜 面包是土耳其人 乃至地中海地区人的主食 但餐桌上的米饭也很常见 只是土耳其的米和中国的大米很不一样 形状长 口感较干 较硬 苛刻晶莹 很有特色 话说 大家吃过土耳其料理吗 你觉得三大料理中 哪种料理的味道最吸引你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谢谢观看本期节目 Flint 声贲 声贲 声贲